大家好,我是我們今天要玩一個最新的手遊 料理次元,那現在已經不三檔了 那這遊戲呢,沒錯,就是全新的料理手遊又來了 料理次元,不,料理次元,我們先登錄一下 來,全新的手遊 那不三檔,所以趕快來玩,怎麼玩呢 這邊要主見面,一開始教你編隊 一開始先不能改名,之後就可以改名了 竟然有快速編隊,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 好,再來點確定這樣子 這邊呢,你就一點裝盤修改 這邊還教你換,這邊還讓你變更 這邊上一頁之後呢,你就會直接出發 這邊可以舉下一關 這邊可以跳過這樣 好,所以他玩法還蠻簡單的喔 這麼一個進化指南 可以看一下 這邊點藍色裝證呢,就可以做一個召喚 START 好,就一點這邊 所以他玩法其實還蠻簡單的喔 欸,這樣就攻略了是吧 好,這樣打一打應該就攻略了 好,非常輕鬆啊 好,非常輕鬆啊 好,還可以什麼丟減的 哇 這些很有錢 很有挑戰力喔 其實玩法就是這樣 那麼簡單 在這邊可以看一些屬性 你繼續打下去這樣 再來可以把一些獎勵給頂起來 可以改名了吧 這邊就是我們的治療 選擇之後就可以治療他 這樣就完成了 噢,死你也會受傷 重點呢,就是主線一直解下去即可 好,那之後還有好友 噢,那亨人就可以讓你抽角色的地方 好 你可以套用 你可以選擇他的刻數 好,那很容易吃 這樣就可以抽了 這樣就抽到了 沙朗牛排 這樣其實就是角色的取得方式 就進行編輯 這把我們角色可以套上來 再把我們角色可以套上來 這邊有一句出發 頂委託 接受委託 套上來了 確定 這邊有一句下一關 有沒有 那玩法就是這樣子 這邊有一些重點 你裝出來就直接點START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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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這邊呢 你就可以繼續打 好,那這邊呢 你就可以繼續打 然後 然後 他也有點像小關卡的那種感覺 每一關每一關有一個小關卡的感覺 好,那勝利之後呢 就可以得到新角色 然後這邊呢 所以我們就有點中了 好 哦,那這邊我們就可以繼續BOSS了這樣 好 然後 去下一關 生存 哦對,他有自動啦 一直要跟大家講 就有自動戰鬥 好 好,基本上蠻簡單的 就這樣 那這樣就可以成功攻略了 那這樣就可以成功攻略了 可以獲得角色 欸 所以他打光卡也可以得到角色啊 哦 這邊呢 就繼續解下去 這邊就有章魚系統啊 那基本上遊戲就是這樣的 那剩下他就放你自由了 守住改名元費 跟他講一下他現在不刪檔中 然後 這邊他活動這樣 然後他一些簽蛋獎啊 黃金蛋糕 是一些企業啊 這邊他鎖鎖 然後 這邊有雷廚阿珍啊 其實這遊戲它是主打 要怎麼講啊 主打食物的那個角色啦 這邊活動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他也有莊園系統 這邊可以升級這樣 這邊其實也有一件編隊吧 事實的治療一下主 治療一下角色 死靈就是我們的角色 最後裝備跟便當盒 車庫任務 車庫跟任務 這邊可以得到一些角色 主線 最後還有我們的蔡瑩 蔡卜 還有劇情 最後是商城 好啦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也可以訂閱我 掰掰 今天這個最新的手機遊戲 就到這裡了 但他還有信箱講 最近是不是事前登了很久了 我連白米方這種東西也想得出來 小鈴鐺 還有